在前不久我发了一个图文 然后有不少网友看到了我后面白色的一只二锅头 有不少网友就留言 这二锅头怎么在那里 这二锅头怎么回事 很多人一直就觉得 这个二锅头胆次有些低的那个意思 但是我要告诉你 二锅头在我这里可是真惨 一般人我不拿出来 都是用来接待外宾的 不但是有你们看到这只 56度的二锅头 家里还有 这只43度的二锅头 真的是只能借在外宾用的 每次有老外朋友来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尝一尝 尝试一下这白酒 如果他对白酒感兴趣的话 听到这里我觉得红心二锅头 至少要把我这两只要报销一下了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红心二锅头呢 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白酒里面 没有哪只白酒 比红心二锅头更有中国代表性 你可能会告诉我 中国白酒肯定是某某那些高端的那些 那为什么不是那些呢 第一那些很多人 我们中国人买了自己都不舍得喝 就算老外喜欢喝 他更不舍得买了 我都有试过的 给他们尝试 反而损毁了一些高端白酒的形象 他不喝之前 他没试过之前 他还能有一些想象 一喝过以后 他就想啊 这个 换成人民币一两千块钱 他们是绝对不舍得买的 那像这红心二锅头呢 我觉得真的是像是更有点那种国民的感觉 反映出我们国民的感觉 更符合我们这个地 更接地气 很多人如果你喜欢呢 反而大家都可以买来试一试 它价位也不是特别高的 那两只有什么区别啊 你会发现他们喝的更喜欢哪一只 基本上老外都更喜欢43这只 因为他喝起来更柔滑 口感更好 两只闻起来都会明显不一样 像这56度喝起来 闻起来有时候感觉到一点点那种冰淇淋的感觉 那这个43度闻起来有点酸酸的感觉 然后呢 在喝口感上43度是远的 要柔滑于56度 那偶尔会有老外很有趣的 他喝了56度会 他觉得 喝了以后就有很奇怪的感觉 他觉得胸口这么热热的发热 我会跟他说 你是把握住了中国白酒的精髓 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如果一个人一个人 当一个人真的喜欢那种胸口发热的感觉的话 你就会真会对这个中国白酒的爱不释手 那除了这些因素价格啦 还有这个质量啊 除了这个价格口感上 我选择红杏二锅头介绍给大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红杏二锅头呢 它是使用的高粱与原料的 百分之百高粱啊 跟很多其他的中国白酒不一样 其他白酒大概是其他不同的骨类啊 会混合在一起 很少有百分之百高粱的 那这个就是要表现给老外的 就是白和高粱 它不是西方烈酒所使用的材料 像小麦大麦啊 他们也有用 所以这个更好的能表现出百分之百高粱 做出来的蒸馏酒的氛围特征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给他们表现的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这个高粱啊 但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 然后会知道一般年轻人老外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高粱 他要去网上收下他在什么是高粱 知道什么是高粱 那这个酒呢 就是一个高粱蒸馏酒 除了一些我说的那种国民白酒的那种代表以外 它更多的也代表了高粱这个原材料 所以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喝的 有时候喝起来我觉得红星二国头其实蛮有味道的 只不过在我们这么多年这个历史的沉淀下来 感觉红星二国头就是白酒中最低端的 最入门的最便宜的那种酒款了 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 你要是放得下这种价格这种皮肩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味道不错的 尤其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四三度的这一款 回家仔细去尝尝看 如果你真的觉得红星二国头比较低端的话呢 你可以把其他的白酒价位更高的摆在一起 做个满瓶选个一二三 我相信这个二国头它不会排在最后的 相信即使其他价位更高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把它放在满瓶带里或者叫水分给你倒出来 你自己去测试一下 我相信红星二国头不会输给很多价位比较高很多的白酒